2月25日 北美高校联合会首届年会 在美国南加州圣诞博士 携带灯酒店盛大举行 来自北美九个地区的分会会长 会集洛杉矶 北美校友们欢聚一堂 学界 乔界 政界约500余名嘉宾 欢聚一堂盛况空前 首届年会的成功举办 获得了各界人士的广泛赞誉 本届年会以团结 交流 发展为主题 会集了北美九个地区的分会会长 和华人社区精英 展现了海外华人团结互助的精神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教育领事王群 文化领事柴云 美国国会众议员赵美新 加州众议员方树强 前加州众议院议员五国庆 洛杉矶军郡长凯斯林巴格 前加州众议员夏乐博等 均出席了活动并致辞 在会上 北美高校联合会分别授予了 南加州著名爱国侨领张素九 及中国侨联海外委员 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 美国南加州华人华侨联合总会会长蔡成华 两人荣誉顾问的称号 实现北美华人校友的团结 所以我们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协会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平台中 大家互相帮助 互相分享资源 所有所有的校友因此受益 所有的校友邻居在一起 实现华人的一个真正的 手拉手心连心的团结 据介绍 北美高校联合会 旨在联合北美地区的 中国高校毕业校友 校友会及学社 建立一个信息互通 互帮互助 共谋发展的平台 以促进校友在职业技能 创业拓展 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发展 同时 该会也致力于提升海外华人 高知群体的形象 服务社区 增强亚裔在社会中的影响力 并助力校友二代的成长教育 传承弘扬中华文化 该会自2023年1月成立以来 举办北美高校好声音 等一系列大型公益活动 赢得了校友和社会各界的好评 全美电视台记者 洛杉矶盛盖博士采访报道